今天我收到一位已婚朋友发来的电邮 她的妻子和我是比较亲近的朋友 但她也是一位朋友 电邮也有操纵给她的妻子 她承认在婚姻中有不好的行为 还一直欺骗她的妻子 对一名通过Facebook认识的女子 产生情感的依恋 最终还演变成午餐约会等等 同时她也花了不少钱 在小工具、小部件和电脑类的东西 而没告诉妻子有关的开支 现在鸡蛋破了 她也发现了真相 变成了一个烂摊子 因此她的妻子也对她失去信任 而她也感到非常的惭愧 在这整个过程中 她都告诉自己 她并没有做错什么 她和这个女子 虽然看起来不像是发生了性关系 但很明显的是有某种能量存在 她告诉自己 她只是她的导师 在不同的工程上帮助她 给她意见 并没有用任何的方式 背叛她的妻子 但是 当她发现后 她才意识到 哦哦 我其实正在进行欺骗的行为 她现在感受到巨大的惭愧 也很害怕失去她的妻子 担心她会说 好啦 再见啦 从此不再管这件事 所以她就写来求救 所以我告诉大家 这个故事的原因 是因为在这周末之前 我们已经开始谈论 我也给了有关信任这个主题的开始 而这就是有关信任的其中一个故事 这是对于婚姻的一种信任 但在一个僧团中 我们也有共同的信念 将我们凝聚在一起 并为了共同的目标 所以如果在僧团中 有艺人 例如 开始写很多电邮 给僧团外的某某人 并和她发展感情关系 接着 他们就会开始 做一些不寻常的事情 最终 引来僧团的注意 而僧团也因此觉得 大家的信任被出卖了 因为大家不但没一同努力 向共同的目标前进 反而还有一人 投进一谈执着礼 和大家的体验和方向 完全相反 方向相反 所以 这两种情况相似 而且我认为 有了Facebook和互联网 这些事情更容易发生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金社里设定条规 限制大家发电邮的次数 上互联网的时间 并确保 这里没有人拥有 个人的Facebook账号 而且 我们也不查阅Facebook 除非事情和金社有关 你知道吗 这是为了帮助保护我们 避免让心 能够轻易地 投往这种方向 所以问题是 像这位男士的情况 很可能会发生在 我们任何人身上 那我们该怎么办 当我们的行为 已经违背了 他人对我们的信任 然后我们又意识到 自己做了什么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 弥补过失 这里也浮现问题的 另一个部分 当别人违背我们 对他的信任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这样的情况呢 而我们又如何决定 是否该和这个人 继续保持亲密关系 接着我们又该如何 帮助自己 从这种情况下 承受的痛苦愈合 大多数的众生 都被这些问题困扰 因为我认为 我们大多数人 都曾几何时 违背过别人 对自己的信任 而我们大多数人 也都经历过别人 违背我们 对他们的信任 对吗 我知道 这对我而言 是真实不虚的 当我们违背他人的信任时 我认为 理所当然的 一份真正诚恳的 惭愧心是最重要的 而我也很佩服 这名男子写的电邮 因为他把整件事情的 一切都一一说明 包括他所做的 一切的具体细节 他不只是说 哦 我和某某人 发生了感情 但现在我明白了 我其实不想要这样 不是 他是把整件事情 一一粘束 他将整件事情 一一的仔细说明 而我 非常尊重这一点 我真的非常尊重这一点 就像我说的 电邮不单 只是发送给我 也操纵给他的妻子 所以 他并没有掩饰什么 你知道吗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和我们的戒律 是十分相关联的 你知道吗 例如 在一部绿典中的生产里提到 如果你隐瞒 是很多部绿典 其实是所有的绿典 如果我们隐瞒真相 处罚会更重 负面业力会更强 这在生产里尤其明显 因为你每多一日隐瞒真相 你就必须承担 多一日的处罚 因为我们的心 是如此的难以 捉摸 我们做了一些事 他便反应 这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所以 我就掩盖他 只要没人发现 我就不会再这样做了 如果他们发现了 也还好 我就不需要把整件事情 一一说明 所以 我真的很尊重他 能说 这些是我做的 其实是糟透了 应该受到谴责 我对此感到极大的悲痛和惭愧 我真的爱我的妻子 而我现在真的很害怕失去他 我想 那种真诚 正是愈合的第一步 于是 他问我 有关佛法的修持 和佛法能够怎么样帮助他 因为他的妻子很久前 就一直鼓励他培养对佛法的兴趣 此外 他都有在进行禅修 但现在 他真的想要修学一些 能够切切实实 帮助他改变这种倾向和习气的方法 所以 我觉得 那份惭愧心 渴望改变 加上他妻子也告诉他 行动胜于空言 而且 而且他对空谈已表示不满 他想看看他的实际行动 这在我们的进化修持里 就是 弥补的行为 不是吗 我们感到惭愧 恢复关系 决意不再做这样的事 并采取弥补行为 这在他恢复和妻子的关系的情况里 显而易见 我们今天就这样开始 明天我们可以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明天我们就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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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